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這裡有一種酒店的感覺 我希望我的房子是一個線條簡單 它有一點點的夢幻 一個房子的格調 一踏進門的那一瞬間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我是設計師楊晨瑜 歡迎大家來參觀我的作品 黑白奇幻 楊晨瑜的這套作品最大的一個特點 就是客廳天花板的設計 縱橫交錯的不規則線條 有一種強烈的視覺衝擊力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呢 我就一直跟他強調 最重要的就是天花板 我覺得一個房子的質感 還有一個房子的格調 一踏進門的那一瞬間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在天花板的設計的線條抓的時候 就切割的很重要 我覺得他切割的很美 其實這個空間呢一開始 業主給了我們滿大的一個空間 來去做這麼特別的一個設計 因為在整個空間裡面其實強調了很多線條上的發揮 還有包含就是色彩上面也滿大膽 在整體上面我們有很多的黑白色調 還有線條 那在線條切割上面一般來講 那住家大部分都是主屬於直線條和線條而已 但是這一次我非常大膽的用了一個斜紋的線條 來去做整個天花的部分 有很多的一個垂直斜線的一個穿插 那包含天花我們也用了一個黑白非常反差的一個色調 去帶整體的空間 讓整個空間裡面除了說是一個住家之外 他還能有一點時尚的感覺 然後用空間的感受去讓業主覺得說 在這裡不只是住家 還能夠有另外一個層面的想法 就是說在這裡有一種酒店的感覺 除了個性的頂面造型 在立面的設計上 楊晨宇也大膽地運用了很多線條鏡面來裝飾 鏡面的反射讓黑色有了一種靈氣 牆面上我用了很多的鏡子跟直條紋的黑色木條來去做裝飾 因為這個空間裡面其實 越大的空間就會比較容易有 會比較平 那我用這樣的方式能夠讓整個空間裡面的反射呢 第一個是如果單純用鏡子反射來講的話 那就會是一個大面積 但是我因為有線條的穿插 他的反射不會讓你覺得這麼的明顯或是錯亂 可以讓整個空間裡面是有銀色的感覺 所以就會有一點奇幻感 你在走到這裡的時候 你會看到對面的東西 但是又不是全部 所以說他整體來講 他的那個色澤就會來的比較多的變化 如果問我最喜歡哪一個地方呢 我應該會告訴你是我女兒的房間 雖然希望簡潔 但是家裡的溫馨呢要很跳 當初因為斜屋頂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覺得很好變化 就很好 那斜屋頂呢 加一個格樓 就是小孩子夢寐以求的 那我要問他他要什麼顏色 要怎麼樣的畫 就把它整個搭起來 就現在的樣子了 謝謝大家